大家好 今天我想在这里记录分享一下 怎么建一个云主机 并且方便的连接上它 也就是用一个SSHK的方式 直接从本地的terminal连接到这一个云主机 那我做这个的初衷是因为 最近有一点想搞一个网站 跟一个社友一起搞一个网站 那在研究把这个网站host在什么地方的时候 我就想起之前做了一些 比如在一个云主机上跑 一些代码之类的 我就想用这么一个形式来host这个云主机 那之前也做过很多次这样的操作 就是建一个云主机 然后在上面干事情 但是屡次操作屡次把它忘了 所以我这次就打算做个视频 把它记录下来到底要怎么做 那我采用的这个云平台是 Google的Cloud Platform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 counterpart 比如AWS这个是亚马逊的 还有微软的Azure或者像阿里云腾讯云 这些应该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这里就采用谷歌云 那就在这里我在这里搜 就是谷歌上直接搜Google Cloud 点进去以后 首先得有一个Google账号 我这里是已经登录好的 那进入这个界面之后 就转入控制台 这里也有控制台 进入控制台之后 一般来说应该是 如果是一个新账号的话 谷歌 反正我注册的时候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然后最近传说也是这样的 但是我没有试验过 就是一个新账号的话 谷歌会给300美元的一个 就是第一年300美元的一个 相当于贷金券一样的东西 可以免费用300美元 那我这个账号是已经用过了 所以就没有这个优惠了 而且是这个你要用之前 不管有没有优惠券 你都得先绑定一个信用卡 反正这些操作是在这个之前的 其他平台肯定也是有这样的要求 那反正照着这个把它做完以后 在就可以进到这一个dashboard 然后嵌云主机的操作是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computer engine 然后vm instances 这个应该叫虚拟机实力 如果是中文版的话 然后create 这个地方 我们就不看这边的了 就像相当于我们现在建一个最基本的实力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 在它的云端租了一个小电脑 这样一个感觉 那如果你之前有一些模板 就可以import 或者是直接套它template 或者如果你有其他更高级的需求 有现成的解决方案的话 比如像wordpress 比如像一些machine learning的这些平台 可能可以在marketplace里面找到 这个里面东西还挺多的 但是我现在就仅限于一个最基础的vm实力 那这个name比如 随便取一个嘛 比如 就叫website 那region region这里 传说中这一个 如果说你想对中国大陆的访问友好一些的话 这一个东亚一服务器 它就在台湾 离中国非常近 延迟也不高 然后这些 反正就是你这个虚拟机所在的 这个云主机所在的 应该是机房所在的地理位置 下面这个是就是一个通用的主机 就是我们选最基本的就好 series也是就选第一代的 然后machine type也是选一个 就是最基础的 这样的话费用也不会很高 而且也够用了 或者就根据需要选 然后这个是个disk 就是它这个云主机里 给你预装的是什么系统 我们点进去可以看到 它有各种各样的系统 大多数大多数都是linux的 我记得以前我还见过windows的 不过那个好像在marketplace里面 这个地方我们就选一个比较常见的ubuntu 然后这里就不改了 直接select 下面这里也是直接就用 这个default的设置 然后这里把这两个烙打开 下面这里看一下有没有要改的 好像没有了 下面就直接用默认的来 然后就create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圈圈在转 也就是说 这个谷歌云平台正在帮我们创建 这一个虚拟机的实力 那很快就好了 如果说你有一些比较advanced的设置的话 它就会稍微慢一点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有个external IP 这个IP是 相当于你这个云主机独占的一个IP地址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不经设置的话 它是一个会变的 就是这个云主机如果比如说它发生故障 它重启了 这个IP就可能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为了以后访问的稳定 我们要把它固定下来 特别是如果你要作为一个网站的话 到时候你要把那个域名解析到这个地址上 那它就很关键 它不能变吧 不然你这个解析就过不来了 所以为了把它锁定住 我们可以往旁边这里看 有一个叫 这个VPC Network 这里有个external IP addresses 点了以后就可以进来就看到 这个是我之前搞的那个 这个其实可以删掉 把这个释放掉相当于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type是可以更改的 这个这个IP地址就是我们刚才生成那个虚拟机 它刚才临时分配的一个IP地址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搞 搞成一个静态的 那就给它起一个名 比如就叫website 然后圈圈转转转转转转转完之后 我们就把这一个IP地址锁定住了 以后它就是这个云主机独占的一个IP地址 好 这个操作做完之后 我们再回到这个computer engine VM instances 就这个IP 现在它已经锁定住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虚拟机就已经建好了 那怎么访问它呢 就其实很简单 直接点这个SSH 它就通过谷歌自带的一个工具 连接上了这个旋理机 这个云主机 嗯 像在这里你就可以做一些操作了 比如 嗯 比如你就单纯的想看一下 它的Python是什么版本的 嗯 啊 它这个还并没有装这些东西 因为它就是个非常基础的Linux 那你就它这里写了一些命令 你就可以反正就可以按照一些 基础的Linux命令去操作这个系统了 那其实理论上到这里 建云主机的步骤就已经完成了 但是有没有觉得 如果我们每次想访问这个虚拟机 都得先登录 先搜Google Cloud 到这个平台登录 然后再到这里来点ssh 这个操作比较麻烦 那怎么简化它呢 有一个简化的方式就是 在本地 这个地方打开一个本地的terminal 这应该看得清吧 打开之后再放大一点 打开之后 嗯 用ssh的一个指令 嗯 就是ssh它本它本身是一个加密的东西 就是它有一个私钥有一个公钥 要你一般是把公钥放在你要连接的这个主机上 然后本地存放一个私钥 然后如果两边能匹配的话 它就能连上 也就是一个免密码的登录的模式 但是这个ssh key 一开始是要生成的 这一开始它不是自动的 所以我们先生成一下ssh key generation 就这个ssh key gen 然后它就说让我指定一个 嗯 指定一个文件名 那我就直接回车 就相当于用它括号里默认的这一个 然后它让我输一个密码 密码不输了就空着 它继续又让我再输一遍 那自然第一次就是空着的 这里还是空着就行 之后这个 嗯 这个 ssh key的一个pair 一个private key和public key就建好了 它存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去找一下 就是打开这个地方 finder 然后computer 这个是硬盘 然后users 这个是我的这个用户 在这里我们并没有找到 你看它就是users 然后用户名 后面有个ssh 并没有找到这个文件夹 因为这是一个隐藏文件夹 在mac系统上 嗯 隐藏文件夹要显示的话 是按住command 加shift 再按下句号的这个键 就是问号和逗号旁边夹的这个键 夹住的这个键 嗯 就可以把隐藏文件打开 然后就找到点ssh这个文件夹 进去之后就看到这两个文件 这两个文件就是刚才生成的 那我们之后就要用到它 那有了这个key以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ssh的形式 来连接到这个虚拟机 它的指令 它的指令叫做 ssh-i 然后 user 这里 这个-i后面的东西呢 是你这个私钥 也就是这个 这个点pub 就是public key 那没点的这个就是它的private key 这个private key 所在的位置 就是这个-i后面的这个参数 那我们get info 啊 或者都不用我直接把它拖进来 嗯 它就在这里了 然后我就有了私钥 啊 下一步是我要输一个username 我把它放大一点 username at一个ip地址 这个username是这个云主机的username ipaddress也是云主机的ipaddress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回到这个google cloud platform里面 去找这两个东西 而且同时我刚才说了 我们这个private key有了以后 public key一般是要放在 我要连的这个东西上 所以我们顺便还要把这个东西放进 云端 那我们先来放这个云端 这个它是在一个叫metadata的地方 存着的 这是一个原数据 里面就有个叫ssh key 然后这两个是我之前的 我先把它删掉 嗯 好了 现在 现在这是一个没有sshk的环境 那就我们就add ssh key ssh key 好难念啊 然后它这里要粘的就是publicssh key 我们就用不管用什么了 我这里就用一个机器本把它打开 它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就把它全文ctrl c 是command c 然后command b 把它粘进来 它这里自动就出来了一个用户名 这个用户名我觉得应该是这里来的 就是因为我这台电脑的名字 叫这个名字 所以它生成的key 这里就自带它的名字 然后这里就自己把用户名搞过来了 点了save以后 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个username 这个username对应的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username 所以我们把它删掉改成这个地方这个username 然后剩下还有ipaddress ipaddress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固定下来的那个ipaddress 还是回到vminstances 这里有个externalip把它复制粘贴到这个地方 然后他就问我这个ipaddress不是一个授权过的ipaddress 他问我要不要继续连接 那就是yes 然后他就说已经把这个ipaddress 看这里已经把这个 ipaddress加到了knownhost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ssh的这个文件夹 他后面就多了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就现在是存了这一个ip地址 然后接着往下看 他就相当于已经连上了 因为他你看welcome 然后有系统信息 有这个云主机的各种信息 然后下面这里其实就是 已经是登录进去 在这里打打命令的话 就不是对本机进行操作了 就是对那个云主机进行操作 就有点像我直接在这个地方 点这个ssh进去之后的那个那个件 这里你就可以进行任何Linux的操作 那还有一个问题 问题又来了 这个指令觉不觉得有点长啊 就是你如果每次都去输它 你还得去找这个你的rsa存在哪里 你的用户名是什么 你的ip是什么 那我想找个地方把它存起来 就相当于搞一个快捷方式 那这里 嗯 我想把这个关掉 因为他已经进到 那个下一次 那个云主机里面去了 我开了一个新的 新的他们的 那我打开那个batch profile 这是一个设置路径的地方 这个东西 嗯 这个东西怎么写呢 他叫 Alias 然后他会他会跟英文自己变 嗯 Alias 然后打一个双引号双引号里面书 你希望写的那个快捷方式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就website 然后等于 后面再一个双引号 这个双引号里面的意思就是刚才那一串 是match ssh 啊 杠爱那一串东西 那我现在再说一遍 刚才就不应该把它关掉 ssh 杠爱 爱 爱 这东西有毒吧 好了 杠爱 然后 嗯 然后我要去找一下那个 这个的地址 这个 private key的地址 然后是一个username 然后add一个 ip地址 嗯 然后我保存一下这个file 然后把terminal重启一下 你也可以用那个 source b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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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ile 把它 嗯 相当于把刚才这个更改应用一下 然后这里我直接输website 嗯 就刚才我们设的那个area 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这个虚拟这个虚拟这个云主机 这就非常方便了 以后你想用这个云主机就直接打开terminal 往里面输website 它就进去了 那 接下来我还想本来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还想介绍一下怎么用一个图形化界面来控制这个云主机里边的文件 相当于一个类似于windows这种界面的interface 那我用的这个软件叫fileliza filezilla 嗯 它在这个地方是连接 你可以在这里my sites 先建一个new site 然后名字你就叫website 比如说 建好以后 在右边是它的设置 因为我们是ssh嘛 你就说ssh 然后host 就就是这个external ip logon就是那个keyfile user就是刚才说过的这个user keyfile就是这个 这个私钥 因为公钥是已经在在云端的 然后你就connect 这个就trust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里的status 嗯 它就连上了 右边刚才是新冒出来的一堆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建这个 嗯 刚才建这个云主机 嗯 如果你不想用命令航的话 就是这么去 这么可以这么去 存文件去调用它 比如你想跑一个什么python script 你就可以把你的 python文件直接从你 这边相当于是本机嘛 就这个本机电脑 把你的python文件直接拖过来 它就传上去了 传上去之后 你就用这个terminal打开 进到那个文件夹里 然后用python 这文件名的方式就可以运行它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 用它运行一些code的方法 然后部署网络的话 还有大研究 过两天再给你们分享 以上就是这次 视频的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有任何的建议 或者意见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指出来 我非常乐于 听取大家的意见 欢迎大家点赞转发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我 也会继续去研究 怎么去搭建一个网站 然后如果有后续值得分享 或者记录的东西呢 我会继续更新的